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大吉亞吃便當的時間 然後我今天找了好幾家店都沒有開 所以最後就決定來這家老店 完送 他以前也是在那個中港路上 這家店的故事很多 我帶來回家再好好講給大家的意思 那今天就來這裡帶他的 書炸雞腿 然後我另外外帶一個 他們的那個 燻牛肉 這是招牌 OK 那我們就等一下回家再來看他們家的便當 現在回到家了 現在就來幫大家 開箱這個完送的便當 那這一家是一家老店 就是如果之前有看過我的 部落格介紹的話 就會知道這家店 很多老台中都知道這家店 那他最早的時候是在 就是現在台灣搭到二段 頭 就是以前的中港路一段 有一陣子他沒有做了 然後是幾年前他又開始做了 然後又被冰箱挖出來 那我們現在看他的便當 那我今天是買了 雞腿飯也是招牌 再來看他的餐盒 那他外帶比內用便宜 因為內用的東西 就是負產比較多 外帶的便當就一般做的菜而已 就像這樣 這是他的餐盒 那你如果內用的話 就還會有甜點啊 那些東西 所以在內用 他是內用比外帶貴 對 價錢不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他的便當 你看一個 四樣菜 因為現在菜比較貴 所以 四樣菜這應該算還好 然後再用海帶 這幾種都比較不會被菜價所影響的 好 炸雞腿 那這個雞腿在 在店裡面吃是 剛炸起來是非常的好吃 很酥 我這次便當帶回來 就有點悶到了 那他也有給檸檬 單點他的 紅燒牛肉 因為我今天就很猶豫說到底 因為我每次都吃牛肉 但是今天又很想吃雞腿 所以就單點了他的牛肉 好 這等一下再介紹給大家看 那這個單點是110塊 然後每一份便當都會 附湯齁 湯就看他們 好 那現在 好那現在便當就來吃便當給大家看 那一邊吃又一邊介紹這家店 那按照管理一樣先看菜 然後剛剛有看到小黃瓜 這個小黃瓜 那這個 這個是那個 有點像沙拉 這個青菜燙好之後 他用 和風的那個沙拉香 我們炸的這個是 三色豆炒厚乾 那我相信很多人看 很多人看到這個會昏倒 我就沒辦法 那菜太貴了 成本考量 那其實這樣炒 口味有點重也還好 好 然後再來這一道是那個高麗菜 就是炒雜菜 高麗菜炒洋蔥啊炒 好 反正就打菜就可以了 這是炒木耳 然後飯喔 他們的飯 他們的飯表現當然是一定是沒問題的 綠綠分明 反應也是適妝的 炸雞腿 醋檸檬 就淋一下檸檬 再加吃飯 儀式感也是很重要的 唉唷 噴到臉了 它雞腿它基本上會幫你 雞腿會幫你做快 但這個雞腿喔 蒜味很香 雖然說已經 悶在便當盒裡面一段時間 但是 吃起來的口味還不會很 口感不會很 可能很溫暖一容 還好 都真的 這個在店裡面剛炸起來的時候是超好吃的 雞腿飯是100 140 對 就是 一個炸雞腿 然後 一個湯 這樣 我覺得 這是我最喜歡吃它加的 牛肉飯 它加紅燒牛肉 好像 太太貴了 今天連蔥花都不放 好 首先是這個 像這個蘿蔔 透 但是它透它不會過鹹 像我之前去買那個 山木的它的 菜桃 就有點 放太 就是在醬子放太久了 太鹹 剛剛好 好 到今天都把蘿蔔 然後這他們家的牛肉 它是用那個牛肉條 牛奶 就很像他們家的味道我是覺得最剛好的 只是 但是 你看它這個湯 它這個湯就是 不只說來拿零飯好吃 它直接當牛肉湯喝 我覺得也OK 牛肉也滷得 很入味也就很好吃 也不會太腸 然後今天湯 它有附湯 我看要給什麼湯 好 夏天是純湯 其實這是我自己蠻私房的一家店 因為今天出去之後回來 想說我去 好了幾家店都沒有開 我今天差點買不到便當 後來就想到這裡 那因為最近那個牛肉長很大 就是它店裡面的價格 有稍微調整 但是 整體的20 我覺得CP值還高 從日素食來講 在它的便當 真的 像牛肉飯才100 牛肉飯好像才 170 180 反正它的便當 會比 其他這種同性質店 的CP值高 這樣 然後口味上 30幾年的老便 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今天的便當 很棒 今天的便當就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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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